14小時長時間使用 完美無瑕的效果 アジアスタールコレクションのファッションコンサートチケットと リータルブラックビューティーボックスを スタールバイスタールで使ってくださいね アジア アジア セカリ show アジアopatra ホイスタール 食材が出てきて 溶かジアバードギリスタDesig アジ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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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ラセユー 这个整个台湾新生的一个新兴的一个设计里面 自由脚步二 星期三 观想发展发展的 Nike 荣誉成现 丰盛的一餐 愉快的交友 我的孩子对我回想 已经是很快乐 热闹的生日会 好特别的 我们今天要庆祝一百大兽 每个星期 HONSA和艺人嘉宾将会去执行传递快乐的任务 跟随他们一起出发 为有需要帮助的家庭和社团 制造些小小的惊喜 一起传递满满的快乐 快乐速递 5月28号起 每逢星期二班上八点八铁道 由Silly Poster Pitting Support you trust Comfort your love Silly赞助 欢迎欢迎 更过的剧主 更过的翻校 那这是我是谁了吗 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更多的感动 难道不知道他喜欢你吗 更多你爱看的业佣 将聚集在八铁道 为什么你要这么多 我没想到你会把事情弄得这么大 为你呈现更丰富 更精彩的七点戏剧 你是吗 是 报纸也有灯吗 人在做天罪 责任最大的是你 嗯 今天就做定八铁道 七点继续为你的年车更挺资财 就靠你了 你应该请求 我去的听到了 小青年 我该如何选择 有什么不开心的 我们都是在这儿听 这件事合上我 管定了 这场肯定是一张 欢迎收看早安时化 告诉你食材的真华 上个星期呢 我们谈到的就是健康与食物里的矿物质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谈一谈食材中的营养素 是 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摄取的不同食物当中 都包括了人体所需要的 比如说有蛋白质啦 有碳水化合物 脂肪 维他命等等 不同的维他命 是 一些怕胖的人 可能会偏食 那他们就会导致身体营养不均衡 选择性的吃 那身体呢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状况了 那么体积瘦的人 瘦小的人 是不是就是比较难患病呢 我们接下来马上有请我们的营养师 来到节目现场 欢迎的是秋德巴医院高级营养师 许佩玲 欢迎 早安 我们刚才来讲 瘦的人 是不是就比较健康 你也是很瘦啊 我在你旁边 不好意思说呢 瘦的人是不是就比较健康啊 大家看起来就是比较苗条 瘦的人呢 要看有几瘦呢 通常我们用这个叫做 身体质量指数的这个标准来看 这个我有这个来写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那个身体质量指数呢 是少于18.5 就是比较偏体重不足的 是BMI BMI 对 英文叫BMI 这18.5以下的是属于体重不足 那这一般人或许会有一些所谓的疾病风险 如果是BMI在18.5到22.9之间呢 就比较健康 就比较少风险 而BMI超过于22.9呢 就比较高风险 超重或高风险 是高心脏血管疾病风险 所以过高过低都是属于高危险群 对有一些危险群 但是有一些人如果他体重不足呢 但是他是因为基因的问题 他是因为新陈代谢较高啊 他多进食都不会发胖的 那些人其实他健康 他没有什么性格 这辈子最讨厌这些人 健康 真的 而有一些人呢 他也可能因为会体重不足呢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呢 比如说贫血 或者是骨骼疏症 或者是一些女孩子呢 他因为脂肪不足够 而导致荷尔蒙的异常啊 然后他可能会导致月事会停止的 而一些人也有可能呢 如果他偏瘦 或者是体重不足 也不代表他没有党固醋问题的 所以可能他也会有高党固醋问题 我们常常一般人讲说 现代人肥胖是一个问题 但是很少提到说 真的身体过瘦的人 他担心说 为什么我身体不能吸收营养 为什么我好像 整个人还是感觉特别虚弱 其实一个人如果他 他都不是因为他身体 不能够摄取营养的 其实是一些人 他比较难发胖的 是因为卡路里的摄取 或许不足够 或者是在允食方面呢 不够均匀 所以他会觉得身体比较疲惫 只是因为一些营养不足 而不是因为营养没被吸收的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就是如何变胖 也很多人都很想瘦下来 但对我来说 很多人说 你太瘦了 看起来就是 你这个人很不健康 但是我要如何正确 怎么样的方法来让自己增加体重呢 对 如果在一个人呢 他一般上一天摄取了 某一些卡路里的衡量 对吗 我们在当天 那一天的卡路里呢 再增加500卡路里 或者是500大卡的 那500大卡是什么呢 这里我有分为 这一个 比如说一份的三明治 加一份一杯的牛奶呢 这是250大卡 或者是另外一个分量呢 比如说一个包 加两份水果 这是250大卡 或者是一份肉类 比如说鸡肉 鱼肉 或者是瘦肉呢 煮少油 这么一份 一个手掌性的 一个分量 这个是大约500 250大卡的 而比如说一个薄饼 加两份水果 这也是大约250大卡 卡路里左右 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下 因为这是多摄取 增加 增加比平时 多摄取500大卡 所以你可以选择 这里的其中两个组合 任何两个组合 那就有大约500大卡了 请问人一天 其实大概需要多少卡路里 大约来说一个女性 上班族 比如说她需要 大约1500卡路里 而一个男性 比如说她需要 1800到2000卡路里 所以这一天 如果她能量的摄取 不足够呢 她不能发胖 对吗 她可以以健康的方法 多摄取500卡路里 来发胖 因为我们一餐 比如说一个正常的 可能菜饭吧 一饭 两个菜一个肉 这差不多有500吗 有 大约有500到600大卡 有的食物它比较油腻 这样她的卡路里 或大卡位就比较高 对 所以如果我自己可以算得到 我吃的不够的话 我就再去买多一个薄饼吃 对 再去买多一个 就加起来 只要可以就混到这么高 500大卡 那就可以慢慢吃 这样要增加这500大卡呢 也是要当中要注意一点 我们要那500大卡 主要是要 碳水化合物及蛋白质 我们不是要油腻的 不叫做油吃糖 对对对 我们说油嘛 油就有卡路里 有大卡嘛 就多吃一些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选择比较健康的 OK 碳水化合物当中呢 有饭类啊 面啊 面条啊 骨类啊 或者是玉米 番薯 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 碳水化合物 而蛋白质是肉类啊 或者是鸡蛋 豆腐 牛奶 奶制品 这些都是比较健康的 蛋白质 嗯 我知道有些人为了要 就是增加体重 他们有喝这个叫做 protein shake 对吗 他们就 就可能在 做运动之前 先喝一些 这筋肉酥皮 长得比较 这个是 这就是 这就是 根据医学道理 如果你想要 肌肉呢 是要多摄取 热能 热能是 蛋白质 及碳水化合物 这样当你多摄取 热能 你再做一些 举重的运动呢 你就可以 很健康的 制造一些肌肉 其实是不需要 过量的